因为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对尸检做一个重点 以及下一步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过多去赘述我们在尸表上的所见 然后首先是我们对于这位死者 他的身高体重以及发现时的体位 我们想得到一个情况的记录 主要是我们想判断结合之后的案情 这位死者他能不能够自己去形成一个坠落 第二点的话是他的右侧 宫骨和骨骨这两处是见了骨折 所以我们认为他的右侧的那个损伤是比较重的 如果是有一个高坠的情况在 他有可能是右侧是最先接触地面的 试检图片的话是想要一个颅脑 颈部 胸腹部 骨折处 脊柱 脊椎做一个解剖 这一步呢一个是为了判断一下 损伤是不是符合高坠的特点 坠落能不能形成他身体内的所有的损伤 对他的死因做一个判断 然后我们的病理切片要的是 脑 心 肺 肝 皮 肾 胃 实验室的检查我们想要提取的是 心血 外周血 脑体液 玻璃体液 胃内溶物 妙液 来做一个酒精 常规毒物 迷药 毒品 镇定剂 他的一些特定 承认在考核上面去理解这个考核的意图 意图理解了很多 比如把这要重点来重点的地方挺前后 未来 未来